等一下 我这个灯 等一下 算了 我不开灯了 这灯不好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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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救命啊 开灯了我就知道了 怎么剥了 妈咪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我今天就睡了不到四个小时 然后今天出去拍东西拍了一天 都有点咖啡 先这样吧 拍的一个小综艺 就是一个 我们公司弄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出来 原谅我朋友们今天我实在是没劲了 今天真的没劲 对我忘了给你们抽那个 创造营我今天还在问呢 就问有没有可不可以重新报名 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报 因为一开始我怕我上镜太丑了 结果今天拍那个综艺还可以 然后让我经纪人去问一下 还能报吗 能报的话就去试试 不能报的话就算了 我明天 我明天新作品我看不了 不知道呀 我明天给大家抽那个 在微博给大家抽 抽那个签名照 照片已经洗出来了 我还没给大家签 今天跟大家聊天吧 今天真的太累了 多少张 我 我洗了70张 管理是20多张 然后我给你们抽 三十或者四十张吧 给你们看一下可以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还给你们准备的小信封 看一下照片 照片在这 这照片 然后因为包装就给你们准备的 这种 包装给你们准备的这种 这种 就是硫酸的这种性质 不知道你见过吗 有这种信封 这种硫酸的这种性质 然后给你们准备的 然后给你们用这种的贴 或者是我还买的那个 就是火漆的那种的那个贴 就是现成的那种火漆贴 然后给你们弄了以后 寄过去 买了很多信封 这都是信封 买了很多信封 然后给你们钱 这都是信封 买了很多信封 然后给你们钱 这都是信封 这都是信封 买了很多信封 我一直很用心啊 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用绳记的吗 但是不太平整 这次就给你们准备的信封 今天工作太累了 今天出去拍东西 太累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就没睡好 昨天晚上就睡了三四个小时 然后上午就赶紧起来去拍东西 就赶紧收拾东西拍东西嘛 一直拍 拍了一天 谢谢麦克罗安 明天还要出门 明天我闺蜜来北京找我 我得跟她出去 我刚才睡了一会儿 睡了半个小时 我 我七点 我七点 七点 我七点多才到家 然后赶紧紧赶慢赶 睡了半个小时 睡着都不至于 就是 我可能醒神还得再醒一会儿 我因为我刚醒 我刚爬起来 我定的那 但是今天太忙了忘了 我明天或者是后天给大家抽 抽签名照在微博 我今天 今天微博有更新图片呀 有更新照片 今天拍摄的时候拍的照片 明天可能发不了 因为明天 现照 然后批不出来 得批个几天 才能发 你看我头发今天是不是好看点了 虽然今天我是自己卷了造型 但是是不是颜色什么的今天会好看一些 嗯 嗯 口红眼影 在那个小号都有 叫王玉萌的小脑袋 我不叫张张 我是王玉萌 我不叫张张 我是王玉萌 我是王玉萌 嗯 我和王玉萌 不知道 我 我的朋友 没想到 我 有个人 你 不是 但是 我 我才想要你 简直了 声音不见了 你听不见我声音了吗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小琴子 没了 好 然后我在车上然后着急发那个更新视频嘛 要审核什么的然后我还要看手机 我简直了太难受了 现在钱摸送的春日野餐 嗯 简直了 因为上个周不是给大家发那个 发那个我个人热点的那个视频嘛 然后就没好好给大家更新 我本来今天想好好给大家更新的 结果今天今天发的这个也是 今天发的这个也不是就是我之前一直想给大家更的那个 可能从周四开始才可以给大家好好更 头上是长痘 然后叫我抠了 抠了 然后他留疤了 马上中考了 你怎么天天在这儿啊 你明明是个小朋友 你为什么天天在这儿啊 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 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 你好好学习 你不要每次我直播你就 特别想让我看到你 我希望你们能专注 就小朋友 你们能专注自己的事情好吗 你们一定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看我 最重要的是学习好吗 你这样喜欢我 你喜欢写完作业的 你这样喜欢我我也不会开心的 对呀你现在应该好好的查漏不缺 特别是你快中考快高考的 不要一边看我一边学习 我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人生好吗 不来无所谓呀 你去好好学习呀 难道看我更重要 明明就是学习更重要呀 明天考试你就好好的去 不管你是看别的放松放松 或者是你去查漏不缺 搬砖可以看 开始搬砖了可以看 自己挣钱了可以 今天工作太累了呢他 好你赶紧去学习吧 没回味还在北京呢 谢谢雪雪 谢谢你管我是谁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 谢谢Alex 我不带土地 没有不开心今天有点太累了 额头是长痘然后抠的留的疤 没有今天工作太累了 把这个把这个两个问号都踢出去 这是我的直播间 今天我有没有经济神 我播是播给我的粉丝看的 我不想我到我这么累了我在这 我怎么对待粉丝 我怎么对待粉丝 但是我不是一个人知道 我怎么对待粉丝看的 我肯定了 没有什么这种 你们知道我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 我会想到你 那里五月 你这一部分 我需要的心思识 我们要不要乱 我来试试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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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感性 感谢观看 是不是 感谢观看 快 一首歌 一首歌 感谢观看 是谁 一首歌 一首歌 我怕他留在我的脸上永久不消退 1376 Q看点币有什么不知道 恭喜空哥大哥 你也别来了 那两句话 你问他 你这个年代 你不太想 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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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人 你别人 我 benefits j bye pp 没直播吧 pp刚才还在呢 这是藏语不是英语 怎么今天 今天让你让你冲击了 一个球在 大成小爱 大成小爱放一下明天一模那你要早点休息啊不要太晚睡觉了要早点休息 休息啊不要太晚睡觉了 要早点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继续 不及时机 想多么简单跳到方简单 看了的话稍等以后就好了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连了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清醒 和你一个圈 缠绕所有对你的决定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重点 你的微笑只是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 免得你绝对不知时机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 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faking love you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连了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清醒 一周不来吧你们忘了不会的 让我放在胜前 走到哪里都有你陪 想睡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清醒 不联麦卖吧今天 今天不联麦卖吧 谢谢五脸男 谢谢宝贝 也没人打算担 工作是什么 我在北京剪瓶子 是几大毕业的 怎么你认出来了 为啥离这么近 今天有点累 我这个这个角度比较舒服 可以撑着脸 别说臭宝的梗 臭宝感觉很奇怪 就说的人多了 说臭宝 我就感觉很奇怪 认出来了 你怎么认出来的 口红掉色 对呀 其实总是这么近 我平时播是这样的吧 对吧 就偶尔会这么近吗 老乔 你们话签默 签默管理能踢管理吗 端章 我有一米六 一米六三 我是一米六三 诶 我可不是音乐学院啊 我是化学化工学院的 我不是音乐学院啊 我还没有进 没有资格进 济南大学的音乐学院 我是化学化工学院的 可别造谣啊 我是化学化工学院的 不是 不是那个音乐学院的 直播和短视频 是工作吗 当然是啦 以为我学会计 怎么会以为我学会计啊 对啊 我是理工啊 我是狮子做的 肥老熬夜好的 化工就是顾名思义化学工程啊 你所有生活中的化学制品 它都需要投入工厂使用的 投入工厂生产的 化工就是搞这些生产的 化学是搞这个原理研究的 化工是搞这个 偏工科 是搞这个工厂啊 什么的 这一系列 什么流程啊 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制药 制药其实会偏生物一些 嗯 制药也有 但是会一般是制那种 就是比较偏化学的那种药类 就是单独就是制药 但是偏生物的可能会 偏生物的可能会 更多了解这个药的用途啊 或者干嘛的 化工可能是更 偏向这个产品 就是制作的这个过程 三十类老学长 刚才咋 刚才就有一些神经病 就有一些神经病 有的都说 哎呦 你心情不好 你直播干嘛呀 带 带坏 我们的心情怎么样 哼 化学没考好 没关系 我们下次好好考好吗 哇 就是生物以化工也要了解个 嗯 我们不用的 我们不用的 药理我们不用研究的 药理其实还是偏 偏生物 卖耳环 我不卖耳环 嘴里喊的东西没有啊 没喊 没喊 我成绩一般 因为我小时候成绩好 我初中学习好 嗯 高中 高中 高一高二学习好 高 哎 先把腿 腿包衣服里 你们喜欢这样 把腿包衣服里 高 高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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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了 哈哈 高三就不好了 没有 高三就 莫名的就不想复习了 反正最后复习就是吊耳浪当复习的 就是吊耳浪当复习的 没有 高三没谈恋爱 谈恋爱 高一谈恋爱好像 还不是高一谈恋爱 高二谈恋爱 高二谈恋爱 高三没有谈恋爱 高三是还是在主体还是学习的 主体还是学习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就复习到那个 那个境 那个境界 你就懒得复习了 你知道吗 就感觉有点 破罐子破摔的那种感觉 你们不要学我 你们不要学我 然后上了大学 就是 大学你们知道吗 你们懂得 大学就是不挂科 我就是 只能做到不挂科 但是 谢谢肉肉 但是 不能名列前茅 也不能拿奖学金 然后考研去参与了一下 也没考出个道道来 一般怎么减肥 控制饮食呀 其实饮食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喜欢吃大米饭 大面条子 大包子 大饺子 那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 你就要克制一下 尽量不要吃这些 说什么到大学就轻松 大学确实比高中轻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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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化学工程与工艺 新能源还挺有前景的 其实 新能源其实还挺好的 减肥干什么 凭自己本事上 哈哈哈 那行 我是工作需要 我是工作需要 大学比高中轻松类似好 我觉得大学是比高中轻松的 因为 大学其实你要有这个学习环境的话 嗯 要有高中的这个学习环境 是很难的 因为大学大部分都是自靠你自主 特别是你要考研的话 你必须要 嗯 真的是适合学习 特别是你要考研的话 你必须要 嗯 真的是适合学习 并且是下定学习 学习 你才可以成功上岸 大学没有 没有高中类 真的 说实话 看你做一些有没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看来啊 你去大学 你可以大一的时候 你参加一个什么学生组织之类的 嗯 往后大二大三其实 没必要 因为 除非这样类似 就是 就头头 其实学生会长 我觉得也 没有太大的用处 而且 反而 你去进到这些学校的一些组织里了 以后 会莫名的助长你的一种官僚 就莫名的一种官僚的一个 想法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大学生会 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 咱也不知道这风气是哪带 谁带起来的 就是好像你进了一个什么学校的一个什么组织 你就 就把自己当成官了 其实这个是没什么用处 就是你毕业了以后才会发觉 发觉 没什么用处 真的 学生会药物药 对 没什么 对你将来的就业 和你将来的社会上的发展 没有任何用处 没有任何用处 对 而且还 就一直在白忙活 你们知道吗 因为学生组织 你需要去做各种活动 或者是各种办各种 什么什么 会啊 或者什么什么活动 谢谢二十二也算了兔兔 然后 你还会浪费你自己本来的时间 谈恋爱我觉得也没有用处 因为 你到 你到 考研和毕业的时候 这个是最考验人心的时候 一个是你们将来 比如说你跟你谈恋爱了 你们双方去哪里的问题 能不能去到一个城市 都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 都是一个很难很难的 很难决定的问题 很多人就 就这个简单的问题 以后能不能去一个城市 然后就 白白浪费了 就 不管几年的感情 你可能从大一谈 谈到大四 都没有用 大学主要心累 还好 看你做什么 看你有没有把时间 用到对的地方 而且 而且大学时期的恋爱 唯一的好处是什么 是可以让你 你谈恋爱 大学时期的恋爱 唯一唯一的好处就是 可以让你体会一下 纯粹的爱情 因为 纯粹的爱情到社会上 就很难体会到了 很多人 后悔大学没有谈恋爱 可能是后悔这个 但是其实 能走到最后的很少 真的很少 你到了社会上以后 慢慢两个人 一穷二白 然后面对着社会压力 面对着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这些 两个人很难很难 走到最后的 让社友羡慕有什么用啊 你只有自己厉害了 才是真的厉害 羡慕有什么用啊 啥样是纯粹的 就是不涉及利益的 大学的恋爱 真的就是不涉及利益的 我也不管你家里有没有 有没有钱 我也不管你 你有什么资本 大学的时候 谈恋爱就是 就是这个人我挺喜欢的 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 咳咳咳咳 能做饭 初中喜欢的算啥 初中呢 初中呢 初中你长大就不记得了 真的 初中喜欢的算啥 初中呢 初中呢 初中你长大就不记得了 真的 初中不会记得了 有点后悔 后悔的一般都是觉得就是 没谈过纯粹恋爱的 可能大学的恋爱比较纯粹 以后上社会上的可能 大家都比较看物质 比较看你的条件 就大家明码标价的那种感觉了 其实是记得的 嗯 我不太记得 初中的时候的感情 其实 太小了 挺本事但是叫 厉害 牛啊牛啊 高中 我不建议你们谈恋爱哦 高中不建议 因为很怕你们目入歧途 耽误学习 因为高中还是很重要的 初中高中都很重要 怎么这么说下来好像 好像 都不太建议你们谈恋爱 不 如果 你要是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 你听我一句话 你可以喜欢人 因为我也经历过嘛 你肯定会有那种 情窦初开的感觉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不要在 你还年纪很小的时候 因为感情 去放弃一些 对你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做这样的决定 你谈恋爱 谈恋爱倒不是就是说 你就一定就不能谈 但是你要知道 初中高中学习是最重要的 大学 大学的话 为什么不能谈恋 是因为 你将来要考虑的很多 很难走到最后 除非就是你真的遇到的那个 你们俩就特别合适 就性格什么的 特别契合 就是so mate的那种感觉 除非是遇到那种 但是这样的很少 小玄 小玄你来问我 哪有跟一个他身边的人 那这样的人 其实你不用为他赏 有事情的本质 你好了 很多人就会对你 看法不一样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 过分的在意别人的看法 其实我也是啊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所以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变好呀 明天就去变成一头 今天是情感 我一直都是情感大事 我老喜欢讲道理了 有问题或者是 就是困难 你们不明白的 然后你们来私信找我 就是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我不希望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只是 你们来看直播 我来给你们唱歌 这么简单的事情 嗯 嗯 嗯 我希望 我希望 我能带给你们 不一样的东西 不管是歌啊 还是人啊 多多少少 可能问哪句话 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这都还好 这都挺好的 嗯 对我喜欢给别人讲大道理 然后自己有的时候也 就是会走走那个钻牛角尖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互相需要的过程嘛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说我明明就也很累了 我想给你们播 我也想把我的生活 我干了什么 我今天在忙什么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累 这些都 也分享给你们 让你们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 相互的一个过程嘛 不是就是 一味的就是我 我去 传输给你们什么什么东西 你们就要 接受 这样就是 有来有往嘛 你们也可以 来找我倾诉 然后我也 有的时候 难过或者是无聊的时候 我也需要你们 对吧 嗯 嗯 哎呀我怕你腿有点累 喜欢三年 怕以后 做不成朋友 没关系 你就坚持你自己 就好了 而且有的时候 缘分可能只是 没到而已 可能没准哪一天 缘分就到了呢 嗯 不要强逼自己 去做一些你不喜欢 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你觉得没到那个 你需要去表白的那个点 而已 有的时候到了 你可能自己就去做了 你不用太焦虑 你就 做你自己喜欢的 就好了 聊了五块钱 你刚才气走了是吗 嗯 眼分热 嗯 眼分热 哈哈哈 什么 什么来着我忘了 粉饼 是泰国的羽翼粉饼 这个 这个粉感比较重 但是它 而且它色号比较白 因为我用的粉底 还有粉饼 都是比较白的 但是它这个遮瑕很棒 嗯 你反复涂它会卡粉 它这个就是遮瑕很厉害 然后 刚涂上的第一层 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好 再补的话可能会卡粉 不要生气 我尽量不生气好吗 尽量不生气 我已经在努力克制了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你有的时候太 就是处于一个 情绪处于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有的时候 嗯 突然听见一些话 就可能有点绷不住 不耐看你就别看 好吗 没人逼你看 咳咳 咳咳 替代 什么替代 我应该不会跟你们 不会不怎么会跟你们生气 我应该 达妹达妹 事当发现对 我有点 我其实 累失禁 挺的 有的时候我就会这样 我很想有气势 就特别是跟人吵架的时候 我很想就是距离力争 但是就是你会 说着说着 然后就开始哭 你知道吗 就开始声音就开始哽咽 刚才就是我想跟你们说 跟你们好好说 我今天就睡了几个小时 我想怎么就像想跟你们好好说 然后说着说着就开始 就开始哽咽 我无语了 每次 每次就想特别有气势的那种 根本就不可能 说着说着就开始 就开始掉泪 哎呦 简直对 特别是大声的时候 简直了 对 就那个委屈劲上来了 谁说的不好用 就 就那个委屈劲上来了 以后就开始 大男人 真的吗 有男生也是这样的吗 然后开始留鼻涕 对 我哭还愿意留鼻涕 有人哭不留鼻涕吗 我哭每次 我每次要是哭的话 就面前一大摊纸 全都是纸 一包纸我都能用完 越南 什么呀 怎么 但是我记得有人是不留鼻涕的 对 哭完了就好了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 我发泄完了就好了 我刚才 刚才那一阵 我 我特别是我 你知道 你知道 只睡半个小时 然后在你 特别特别困 我今天 打车回来的时候 我姐是睡的东倒西歪的 而且我还晕车 睡东倒西歪的 然后回来 我赶紧补了半个小时 就 只睡半个小时 然后定了闹钟 硬要爬起来的那种感觉 有多难受吗 就是 楼上干啥呢 然后硬要爬上来 硬要爬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 哎呀 就是 打破自己的那个 打破自己的惰性的那种感觉 实在是太难受了 而且你刚起来那一阵 真的是情绪 真的会 不是特别好 对 就是太累的时候 你就觉得 被窝好舒服呀 不想爬出来被窝 这么睡觉 对对对 高中就是这样 早上的时候 大冬天 大冬天早起的时候 累到灵魂出窍 微博私信我都看的 你们的私信 私信评论我都看的 只不过可能我回不过来 我只会回一些有用的 大学是有个应人 怎么个应人啊 怎么个应人 小可怜 怎么个应人啊 我真的 我上大学也是 我大一的时候 见到了所有的社友以后 我真的第一个反应 真的就是 原来五湖四海的人 和自己家里的人 真的不一样 就是真的会有地域的 这个差别的 就是 虽然可能在 在家里的时候 我可能上高中的时候 没有住宿 但是 真的 真的就是跟感觉 跟自己家里的人不一样 自己家乡的人不一样 就真的能感觉出来差别 你感觉你快炸了 怎么快炸了 不可以语音连税啊 不可以 语音会被那个禁言的 对 特别 我当时 我当时进大学之前 我就在网上看那种帖子 就说 往那个什么 有的人往什么 那个枕头里塞针 什么东西的 我就感觉可恐怖了 但是其实没有 我还可能比较幸运 没有那样的 我是危害而终的 谢谢问天居士 送到欢乐气球 正常是谁 但是好像真的是有 真的有 真的有那种 狠的 狼狠的 哼 不喜欢摄友 那你就不管他 你就过自己的就行了 我大阿尔芬的宿舍 我跟我的摄友就是 全程无交流 就大家都是 就买一个床帘嘛 就在自己的那个床里 自己干自己的事 就是女生宿舍 一般女生宿舍不应该 叽叽喳喳 闹闹闹听听的那种吗 我们那种 很安静 很乖的那种 谢谢萌芽 送到一股做起 然后所有人都自己 拉个帘子 然后带着耳机 玩自己的手机 然后我当时是社长 然后你经常就 比如说我要 然后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床上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 鸭雀无声 我就在那停着 没人理我 然后我就自己去 跟大家干啥 后来我就搬出去了 后来我就出去 租房子住了 男生宿舍 我老羡慕 男生宿舍那种氛围了 有的时候会路过那种 钱都是吼叫 有的时候会路过那种 钱都是吼叫 一直吼到晚上 男生宿舍也是有区别 分开 都哥 抽烟 有厕所 对 抽烟这个 真的是可能有的人 受不了这个 有的只有父女子 笑死我了 我看到过这个梗 其实都想当彼此的爸爸 太高笑了 耳机一带谁也不爱 父子居 真的 笑死我了 太好玩了 还还什么时候上岗 租房子 房租柜吗 我们当时是整租 三室两厅 我们当时是六个人 住一起 然后在济南 然后那个房子是 三千一个月 就每个人平坛 五百一个月 看你能接受什么价位了 有那种 还有学校周边的那种 小单间 不过那个 也是就是一个 一个大房子 然后分成好几个单间 那个其实隐私性 会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只有 活动空间 只有一个卧室 然后那个那种的 就是反正也不太划算 反正看你 看你 但是但是我建议你们 如果你是大学的话 其实我 我不建议 到一个 所有物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你的东西 可能会有人乱动 或者是 你们的公共区域 没有人打扫卫生 就会 每天都是这种 鸡毛蒜皮的小事 因为我 我很爱 我很爱干净 我在 我也不是很爱干净 我就是 有点强迫症 然后我在 合租的时候 合租的时候 公共区域 永远都是乱的 因为人太多了 永远都是乱的 然后我就 看不下去 但是你去 吩咐别人去收拾 又不太合适 导致每一次 每一次 都是我在 边流泪 边打扫卫生 就非常的痛苦 然后边生气 边流泪 边打扫卫生 但是因为 你不打扫它 你又看着 你又不舒服 你不打扫它 你不打扫它吧 反正你就看着不舒服 你去打扫吧 你会觉得委屈 为什么是我呀 哎呦不是我弄的 就是这种感觉 哎呦不是我弄的 就是这种感觉 扫卫生 喂 喂 喂 我可能会比较 但是有的人会不介意这些 因为我有强迫症 就看你自己性格了 你要是不介意这些的话 你就可以 你很适合跟别人合租 你要是属于那种 不喜欢别人动你东西 或者是你有强迫症 你就喜欢东西 就规规整整的 就是在你自己 觉得他应该在的地方 就是那种的话 你就不太适合合租 睡到打呼 哈哈 没有 不是 是卷 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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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没有 我还是一直 现在一直有的 不喜欢 不喜欢 梦花大哥 哈哈哈 你 你戴那个耳塞啊 你睡觉 太搞笑了 说梦花也太好玩了吧 你戴耳塞啊 你去买那种一次性的 那种记忆棉的耳塞 但是你要买 买多一点 因为那个耳塞怎么办 那人家早起 你没有办法 你只能说尽量小点声 因为 没办法 就是 住宿舍就是这个嘛 就是每个人的 生活习惯不一样 睡觉磨牙 然后 然后我睡觉特别 浅 我一听到他磨牙的声音 我就知道他睡熟了 他睡熟了 他睡熟了 对 戴耳机戴耳塞都容易 对 大家要注意这个 我睡觉 我睡觉有的时候睡不熟 容易流口水 有人跟我一样吗 对 还有那种搞笑的那种 还有那种 还有那种搞笑的那种 就是 考试睡着 流口水 然后留一试卷子 你们有这样的吗 笑死 考试 我没有 我有同学 留一试卷子 睡有脚很臭 怎么办 那 那你就催他去洗脚 太好笑了吧 想一想就好玩 无中生不是无中生有 是真的 是真的我见过 我准备有人是这样的 我没有 我只是 我中午头 就是午睡不都趴在桌子上睡吗 那时候有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睡 会流口水 流一袖子 流一袖口子 就是这么睡 我会流一袖口子 笑死了 还会被 还会被自己呛醒 我佩服能坐着睡的 因为我坐着睡是完全不行的 我佩服能坐着睡的 因为我坐着睡是完全不行的 就会歪的很奇怪 就整个头 都掉下来 但有人就能坐着睡睡得很好 哪能站着睡 谁能站着睡呀 谁能站着睡呀 这么多能人意识呢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天哪 真的假的 站着怎么睡啊 天哪 关了什么 天哪 嘀咕了00后 妈呀 你们太好玩了吧 竟然能站着睡觉 怎么能立住呢 那你睡觉了 不就倒了吗 靠墙上 那不会 那你睡着了 不就滑下去了吗 太好玩了你们 天哪 我见过那种睡觉睁着眼睡的 就是这样睡的那种 哦就要倒了就醒了是吧 哦 我还以为就是那种 就这么一直站着睡呢 笑死了 太好玩了吧你们 马也说 哈哈哈哈 看来大家的青春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多姿多彩是吧 咳一下头 太好玩了 你们记得 你们 你们 你们记得 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大家不要学我 小朋友不要学我 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上课是要会 就桌子上堆一堆书 就把自己围起来 上大学了以后 上大学了以后那个桌子特别窄 然后我就想我高中的时候 只留这么宽 这么宽的桌子 就前面全都是放 只留这么宽的桌子 我是怎么能写开字的 高中的时候 对呀我同学都很高 都是1米65以上 差不多女孩子 不你那时候睡觉你可以伪装 就老师一般那时候 后来 后来慢慢老师就在讲台上 他不下来 你就可以这么撑着 或是这样撑着 就假装你在看书 其实已经睡着了 我1米63 小朋友不要学我啊 上课要好好听讲 好吗 上课 初中有 初中是真的有 高中没有 大学也没有 大学有那种 我出去后来去兼职 兼职或者去建制房 要我微信的 但是 但是就是高中的那种 学生时代那种表白也没有 然后大学同班同学那种的也没有 真的没有 小那个初中的时候有 初中的时候自己还 那时候 真的没有 小那个初中的时候有 初中的时候自己还 那时候 还挺还挺开心 还挺隐隐 高中就没有了 高中 高中 高中没有 大学也没有 大学太大了 都没有人认识你 我在我们班 我在我们班 没人把我当回事的 虽然那时候也是有粉丝 大家也知道我有粉丝 但没有人把我当成一回事 没事可以多播一会儿 没事可以多播一会儿 谢谢千末 今天在榜上的都是我的家人们 谢谢千末 谢谢空格大哥 哇 空格大哥13集 谢谢一块两毛五 谢谢小新 一块两毛五七集 为什么之前没怎么看到过你啊 谢谢所谓 谢谢肉肉 谢谢号 谢谢酒 木酒哥 谢谢雪雪 谢谢我就路过的 谢谢刘能 谢谢你管我是谁 谢谢去晨 谢谢爱吃盐的猫 谢谢 五脸男 谢谢小陈同学啊 谢谢青棍 谢谢还没想好 谢谢夜仔 谢谢点 谢谢哒哒哒哒 谢谢北木男 谢谢湿痛 谢谢Benjamin 谢谢刮开油奖 谢谢Spring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 替我哥长大的 对我嘴上长得都不够快好了 是前段时间内分泼有点失调涨的 谢风亦 你咋没看见我也升级了呢 你的升级 空格大哥那不是级别最高的吗 我以为你一开始就是这个呢 不要刷屏了 脸可爱屁 屁屁在播吗 我怕我今天状态不太适合 那什么呀 我怕我今天状态不太适合 算了吧要不 我怕我今天 我今天不是兴致不是特别高 怕让别人不开心了 你名字好吐 你名字咋的杨气 小闪客姚翔 咋的你杨气 你的杨气 头一次还有攻击我名字呢 谢谢 谁送的一五座亲 虎 琥珀川 琥珀川 谢谢 双眼皮是自己的 再播一会吧 再聊五块钱的 舍得开灯了 我这两天一直开灯啊 我散光比较严重 高度散光 您听过不了了之吗 人都快跑完了 都觉得要下巴弯了是吗 没关系啊 五毛钱的 好吧 那就五毛钱了吧 看到六眼皮 我的眼皮是有点松 许个飞 我不会说藏族话 我那个歌是学的 他为什么看不了小号呀 散光 做近视手术 散光也可以做手术吗 散光也可以做手术吗 我不敢耶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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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散光四百多度 一个两百多度 一个四百多度 五年了 啥事没有 什么啥事没有 做手术吗 害怕 做手术啊 给你 等一下会有个消息啊 阿杰路不会 阿杰路阿杰路 你是山东 不是 我散光比较严重 耳时分享啊 我还想给你们出那个包包分享呢 直播间里有女孩吗 直播间里有女孩吗 有女孩我带你们看看我的耳环 耳环和包包 多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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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朋友们 卡不卡 卡卡不卡 因为我今天有点累 我今天 我今天很累 然后 我今天就睡了 就一共睡了四个小时 然后忙了一天 白天就出去了 然后下午忙了一天 晚上七点多才到家 然后睡了半个小时 然后爬起来直播 然后精神就不太好嘛 然后就有人 就一直在说 就说 就很 说的很冷漠 就是你这样 你还播什么 你赶紧别播 赶紧下了吧 或者说 就是说你 你现在让你弄的我们都不开心了 什么的 你播什么呀 就反正说这种话 就也是就是路人粉嘛 就说的话挺无情的 挺无情的 快和屁屁连线 我怕我状态不好 让人家不开心 然后就不开心了 反正挺委屈的 有点 我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一下包包吧 你四集啦 先给大家看包包啊 我如果卡了你稍等一会儿啊 稍等一会儿就好了 因为我动手机它可能会卡 我家我家里的那个信号不是很好 好 好 我现在移动到了看包包的位置 我看看卡不卡啊 暂时没有卡 小包包 小小包 我最近很喜欢小小包 先给大家看一个 我最近最最最喜欢的 不卡吧 扣上 扣不上 这个 好看吗 小绿包 就是 这样背着的那种 好看吧 然后 但是 这个包很便宜 但是它这个款式是有点 它这个包型有点 像那个 一个品牌的 像一个 不是大牌 应该是个小众品牌的一个包型 但是那个小众品牌没有这个色 没有这个色 我是买了以后才知道的 嗯 就是 我到时候给你们推的时候 你们要介意的话就不要买 因为这个包型就是 包括这个鸭皮 就是做的是跟那个一样款式的 就你介意的话就不要买 好吗 这个特别便宜 然后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 这个颜色的 虽然这个颜色感觉 我觉得 怎么看 感觉上有一点点死亡 但是它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它 就你穿白衣服或者粉衣服配它 都 都很好看 这个也能看到 这个 这个是一个扣持也是一个小小包 就贼小装不了什么东西的那种 这个也很好看 这是牛仔 就很适合夏天 好看吧 这个 这个是牛仔的一个 这是新款 这个是春夏的新款 好像是 两个一样是不一样颜色的呀 这个就是很适合夏天背 但是它真的很小 你看 我手放这里 它其实就跟钱包 其实差不多大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颜色 你觉得 觉得很好看 但是其实我没怎么背出去的一个 也是小小包 我觉得它颜色还挺好看 但是我 我没怎么 就是它不太百搭 它 它不太百搭 手机一般都是放手里拿着 或者是放 放兜里 放口袋里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颜色还没有那个绿色的百搭呢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那个衣服的 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容量也很小 这个容量比那前几个都小 但是它这个 这个颜色我一开始以为很百搭呢 然后 这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好看的 然后装点什么粉饼 然后口红 你 就是 装点够用的 然后我为了 因为 因为弄这个小小包吗 我为了弄这个小小包 我买的那个迷你的移动电源 就这么大一个移动电源 跟口红差不多大一个移动电源 特别 特意去买的那个移动电源 忘了放哪了 忘了放哪 然后 再给大家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但是 我最近不太喜欢背 因为最近喜欢背小小包 这个是稍微大一点的 这容量很多了 其实对我来说 又很足了 已经 这就是复古的那种 好看吗 这个 这就是复古的那种 是吧 这个就有点大了感觉 有点大了 然后在最近再没有特别喜欢的了 大家可以看 没有特别喜欢 这带这种的就是一般的了 就很一般 就没什么 就不想背它了现在已经 我刚刚买来的时候还 还行 这秋冬的 这跟刚才那个一款的 现在就不太想背这个了 这这几个都是秋冬的 还有个大链子 这个 这是一个毛毛的 一个毛毛的一个包 这些就不想背了 是吧 我品味还可以哈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我没挂出来的包 就不想背了都 在这里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喜欢的 款式 就这这种的 这种是我自己 我现在放的就不背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 小香风的那种 也是小小包 现在没有 现在不怎么穿这种风格的衣服了 这个也不怎么背了 这个我还挺喜欢 但是现在也不怎么背了 这个我还挺喜欢 但是现在也不怎么背了 这些给你们看的这些 都不是很贵的 都是很便宜的 这不是个写价 这些都是很便宜的 然后给你们看耳环 耳环有点乱 没有收拾 男生背也好看 给你们翻转一下 你们看到吗 这有点乱 我都摆这没有收拾 这是之前那个像 换发型的那天弄的 这个是一般 就出活动啊 出活动啊 或者什么的这种 就比较大 我看看还有 有什么 经常出镜的 都没 我都没 都 就随便放在这 这个也经常出镜 就很多 还有这种 这种都是 比较重要的场合 端庄的那种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就是很精致的那种 很多它都下架了 这是 金币 很多下架了 我没法跟你们分享 就很有点乱 都没有收拾它 很多没法跟你们分享 知道吗 戒指 戒指我戴的不多 戒指之前 但是不怎么戴戒指我嫌它太麻烦了 然后买了 买了这种细的 小细环 不怎么戴戒指 太麻烦了 戴耳环其实就挂在上面 也不用管它 对 我不带货 我以后会在小号 给你们把那个耳环 分享一下好吗 就还在卖的那些 我尽量也好吗 因为那个 拍那个 拍那个 分享太麻烦了 因为要挨个给你们拍 然后最后挨个给你们打店铺 太麻烦了 我就一直没有拍 这戒指是实体店 哎 戒指是实体店 哎 不是 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录一个视频 剪 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录一个视频 剪 加上剪 还有那个 项链没给你们看 项链没给你们看 这帮大老爷们 你们看得开心吗 今天就去哪了 哈哈 你们看得开心吗 大老爷们们 弄个锁龙铜款 锁龙铜款 我之前喜欢的那种 但是后来发现 自己 自己如果这种风格 然后带锁龙铜款 是不是有点憨了 哈哈 大老爷们看得也开心 这个视频上给大家打出来 就还在卖的 因为有些我买了很久了 做孩子 我还挺喜欢锁龙 锁龙感觉锁龙好酷 就是那种 人狠话不多的那种 然后有的时候还憨憨的 我买的这些都不贵 我不是富婆 买的这些都不贵 耳环均价可能就是 有便宜的话 可能十几块左右 贵的话可能就二三十 最贵最贵的可能五六十 然后再贵的就是实体店买的了 实体店买的也没办法推给你们 实体店买的可能就是一两百的那种 是最贵最贵的 包包的话刚才给大家看那些都是平价的 给大家给大家看都是平价的 不是富婆啊 不是富婆 不是富婆 打妹打妹 打妹哟 有没有几千 谁带几千的耳环啊 这个东西都带带就扔的 有的人带 不是我就说我不带 我不带 有的人是带的 有的富婆是带的 就是那种 大牌的那种耳环是带的 我不舍得 我怎么会舍得呢 我不舍得给自己买那么好的东西 多少钱一斤 我不舍得给自己买那么好的东西 不是平息息 是某宝买的 头发怎么卷的 刘海教程在小号里有啊 下面的卷发教程 你去看城市安的视频 城市安有一个傻瓜大波浪 就傻瓜式大波浪 看他那个叫 我蓝环是和冠冇 我监城市安的视频 我还在这一刻 我们怎么知道 我看城市安的视频 都没有想到 是有人的 还有我 那一刻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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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和理解 好吗 我们改天再见 我今天晚上 我要下了 我们后天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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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晚安 然后我要出去洗个澡 还要去光夜市 光夜市的两个小时 所以我洗了都11点了 然后明天我还要早起